提问题学数学 今天我们要看的问题 就是一个数列 首项为二六 接下来它的关系是什么 每一项等于相邻想象平均减一 对这句话 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一下 an等于它的前项加上后项 然后除二之后呢 再减一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两边乘个二 乘个二之后再一项 会得到什么 这里有两个an 然后我把一个留在左边 接下来一个呢 接下来一个搬到右边 这个加二你也可以把它搬过来 反正总之就是整理之后呢 会得到这个式子 关键就在于这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 两项的差距会随着什么 随着往后会加二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差四 所以下面就差六 接着是差八 再差这个十 好那这个数值呢 我们就可以填进来 十二 二十 那这边是三十 这样一直下去 因此呢 这里的dn项是多少 其实dn项的数值刚好就是什么 二加四加到 因此这个三十 我们可以怎么解读呢 二四六八十加起来 也就是二乘上 一加二加三 加四加五 好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再做一个转换 好这边 我们把它这个加到这个n项 好那这边再这个除二 好再乘二 然后呢我们要小于1000 这边就变成n 乘n加1 小于1000 符合这个的n 我们就可以抓一下是31 对 因为31乘32 等于992 好那再乘一项之后就超过 所以这里的答案就是992 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 将这句话转成d回关系 就可以得到答案 对 对 感谢观看